二子坪步道是最适合全家一同出游践行的步道 由于大屯山丰富的自然资源 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地将这条原来是自导式功能的步道 取称为园区第一条无障碍步道 让每一位游客都有机会来亲自感受大屯山生态之美 夏季步道上随时都能看到黑端暴斑蝶顶着大太阳 时而停在草丛 时而开合着翅膀在地面爬行 注意看它们可能是忙着在产卵哦 这就是黑端暴斑蝶的卵了 另外一群带有蓝色金属光泽的普里琉璃小灰蝶 经常出没在森林边缘或是临到两旁 对其眼的外形让一般游客很容易忽略它们的存在 但是最容易掩人耳目的恐怕是这位著名的卫装专家 枯叶蝶 它的翅膀就像是一片枯叶 甚至会出现虫子咬过的小孔痕迹 倒立在树干上吸食数益 看得出来它是一只货真价实的蝴蝶吗 另外很容易让人搞错的是叶片上这一只 仔细看它的翅膀是向后伸展 上下翅重叠平铺 是一只喜欢在白天假装成花蝴蝶的粉蝶灯鹅 昆虫之间常见的竞争关系 当然也在这个地方上演 观察一下附近草丛里经常出现的蝗虫 它身上的一双长满尖刺的棒棒腿 是它逃命御敌时的重要工具 不小心被它踢到的话可就不好玩了 瞧 一旁的螳螂正在清理它的处须 看看这对特化的前脚 像不像是一对大镰刀 这可是它觅食的绝佳武器呢 再前进一点 天空中飞舞的彩蝶逐渐被各式蜻蜓所取代 从步道旁的岔路进去会来到一片小草河区 这里是阳明山区青林木昆虫最佳的生育地 动物们在交配成功之后 通常就会准备生育下一代 而蜻蜓也是一样 不过民众可能不曾注意到 蜻蜓除了点水产卵之外 还有其他特殊的产卵方式 像是有些雌蜻蜓 就会用亭漆产卵的方式 将卵产在水生植物的叶片上 也有些雌蜻蜓在产卵的时候 熊蜻蜓会在附近盘旋 确保它的后代能够顺利生下来 我们称这种行为叫警戒产卵 沿着步道进入二子坪油气区 这里有适合亲子同乐的清水设施 一旁的林象也转变为开阔的草地 吸引许多向阳性的昆虫 飞到这里来觅食 包括全世界只有阳明山国家公园 才见得到的大豚鸡深山敲行虫 偶尔也会从大豚主风 飞到步道旁的草丛间活动 下次来到这个地方 不妨停下来找寻一番 试试自己的昆虫园